据新华社10月31日报道 朝鲜发言人证实 朝鲜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 金正恩现场表示 此次发射活动向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威胁朝鲜安全的对手 明确表示朝鲜的应对意志 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 继朝鲜出兵俄罗斯引爆世界舆论之后 试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再次惊爆全球 看似平淡的试射背后 隐藏着风起云涌的全球地缘博弈与金融战事 本期将为您全面深入解析 其丰富的内在逻辑与深远的重大影响 之前我们就提过 对于美国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 中国最好的应对就是由朝鲜进行导弹核试验 朝鲜的导弹试射 这不仅可以打击美元指数 还可以拉升短期美债收益率 让美国陷入金融困局 现在朝鲜终于如期走出了这一步 那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 突然在朝鲜半岛挑事呢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历来历往 美国在朝鲜半岛挑事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制造东亚的紧张局势 拦截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 因为就在朝鲜核试验之前 美国债势再次迎来了坏消息 由于国际资本预期 美国将继续降息 于是他们开始抛售美债 导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预期 上涨到5%以上 这种情况有多严重呢 之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是在高利率加息预期下不断下跌 最终重新超过两年期美债 直至倒挂解除 现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不断上涨 如果抛售增大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 也会随着长端抛售而猛增 届时美债收益率将在5%附近出现倒挂 如果倒挂持续12个月 那么大约在2026年一季度左右 美国将再次爆发金融骇闪 美股也将出现 类似2020年2月的闪崩 之所以说 美国这次的金融风险更为严重 是因为这次倒挂 与2019年3月那次有着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2019年的倒挂 是在2%至3%的相对低位 这次则是在5%以上高位倒挂 对美国而言破解难度更大 如果中俄再次出手 那么倒挂将会被顶到6%附近 这样一来 美国金融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末日论并非危言耸听 因为高位倒挂说明 美债在高利息下依然卖不掉 这代表美联储既付出了高利息 又面临无人购买下的债势流动性枯竭 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无论是选择加息还是降息 都会陷入两难的局面 如果继续降息 那么抛售美国长期国债的数量将会更大 倒挂更快到来 如果加息则短期内付出的利息更大 美联储和银行的压力俱增 两难选择之下 美国还有另外一条路可选 那就是停止目前缩表 重新扩表自己购买美债 但是扩表以后 就会彻底逆转目前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境内的趋势 美元和海外资本就会随着流动性释放 疯狂涌入中国境内 面对这样的困境 美联储已经到了前驴技穷的地步 只能选择暂停降息 并将利率维持在中性水平 要达到这一目的 在金融数据上就必须逆市场降息预期 所以这就出现了下面两个惊爆眼球的新闻 一个新闻是 30号美国公布的10月份小飞农数据 超市场预期两倍达到23.3万人 这一数据的出现是基于美联储的迫切需要 因为只有美国的经济数据突然变得很好了 美联储才有停止降息的科学依据 另一个新闻则是29号华尔街大佬杰里米西格尔 在11月的美联储会议上公开表示 美联储或将停止降息 停止降息就要维持中性利率 目前美联储已经进一步将这个利率提高到了4.25%左右 这样美国就能在中国降息到1.7%附近的同时 依旧保持对华高额利差 美联储此番形式的基本逻辑就是 只要高额利差存在 那么之前从中国出逃的资本就不会重新回到中国境内 由此可见美联储为了阻止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可谓是煞费苦心 美联储降息是重大战略失误 被对手抓住机会发起迅猛反击 直接导致中国激进被轻功的血条一夜之间再次充满 现在美联储对降息后悔了 甚至考虑停止降息 以图继续维持高利率 除此之外 美国还在持续打压油价 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则必然与沙特盟友联合打击油价 届时 美国将再次祭出高利率加低油价的战略组合权 重击中国经济最柔软的制造业下腹部 就中俄阵营来说 密集导弹发射是公开进行打击威慑的第一步 上面已经说过朝鲜的洲际导弹试验 实际上 在朝鲜试射之前的10月29日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军分别从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 位于鄂霍茨克海的奥列格大公号核潜艇 以及位于巴伦之海的新莫斯科斯克号核潜艇 各自发射了亚尔斯 清班和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 据CNN10月31日报道 伊朗将在11月4日号美国大选之前 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 以报复以色列在10月26日号夜间 导弹袭击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 东北约370公里的沙赫鲁德航天中心 加上9月25日号 中国向东太平洋试射东风31AG洲际导弹 目前为止 中俄朝一四国已经分别发射 或者准备发射导弹打击和震慑 美国领导的北约在欧亚大陆两侧的主要盟友 欧日寒一等国 这是近些年来 中俄对美欧阵营发起的少有的密集战略威慑 也是中俄阵营对美国迫切 想要从中东和东亚分别夺回战场主动权的重权回击 在这场还击中 伊朗和朝鲜冲在最前线 其中伊朗付出代价最大 反向说明中东地区是美国最为关注的 也是双方激烈交锋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强调下 26号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 本质上是犹太复国主义欺软怕硬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色列派遣100多架战机 却无一架战机敢进入伊朗领空 都仅仅是在伊朗西侧的伊拉克境内 发射长距离防区外导弹 攻击伊朗境内目标 以色列之所以派遣战机进行攻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拥有射程最远的捷里科导弹 只有1000公里射程 根本够不到伊朗 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战机 只敢在防区外发动攻击呢 因为今年8月初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的 摩尔曼斯克BN远程通信干扰系统 已经安装在了伊朗境内各个地点 该系统是一种专门设计 用于摧毁北约和美国高频军用卫星通信的 远程通信干扰系统 单个覆盖面积超过64万平方公里 三套就可以覆盖伊朗全境 主要部署地点就在伊朗西部 这次袭击中 以色列战机横跨约旦和伊拉克领空 如果没有包括美国高频军用卫星在内的 C4ISR系统支持 根本不可能从境外向伊朗发射防区外导弹的 所以这次袭击是美军情报支持下 对伊朗主权的侵略 而以色列战机不敢进伊朗领空 就是因为害怕进去以后通信失灵 最后有去无回 以色列启用战机远距离攻击 还有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伊朗在中国支持下建立了北斗导航站 以及地面防空指挥系统在内 三军情报指挥系统 该系统直连北京 其中防空作战系统是2017年投入的 是以中国JY10防空指挥控制系统为核心的系统 JY10则由中国成以科提供 伊朗这次反击作战 是伊朗在中俄技术支持下的常规作战 而以色列战机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 则与之前以色列战机从贝卡古地隐蔽爬升以后 发射防区外导弹 打击大马士革附近叙利亚政府军阵地 以及2017年4月14日号 英美袭击叙利亚的打击手法类似 在这些行动中 就连叙利亚都拦截了大部分导弹 更无论如今得到中俄更强大支持的伊朗 我放官媒的现场视频报道 向全世界证明了其高效的反导拦截率 在10月26日号对伊朗行动的同时 以色列也在打击叙利亚 但其发射的防区外导弹都被拦截 很显然 这是驻扎在该地区的俄军铠甲S和S300 在内防空系统的功劳 持此之外俄空天军30号重新恢复 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普境内HTS狂轰滥炸 这就是之前说过的 俄罗斯已经开始调整战略重心 逐步重返叙利亚战场 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效果 反衬了其战略反击的无能和软弱 也说明了犹太只会卑鄙无耻地搞暗杀 这种下三滥手法 到真刀真枪正面打击的时候就立马牙火 又是提前通知 又是远程攻击的 只能欺软怕硬地回去继续种族屠杀 巴勒斯坦人泄愤 这种阴暗下作的手法 配得上千年流浪的经历 可谓是咎由自举 同时也希望伊朗这次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在此之前 以色列开始了报复后 伊朗并未再次采取还击 伊朗以为美国和以色列会以加沙停火 换取以色列免遭打击 熟料到等来的却是以色列对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 以及哈马斯高层的更血腥暗杀 事实已经证明 犹太是世界上最无耻 最无信用的群体 这群畜生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拳头 更何况就攻击主权国家的道德制高点而言 这一次可谓是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所以这次以色列空袭伊朗后 如果伊朗放弃报复 那么等来的必然是以色列在最擅长领域 对哈马斯 伊朗和黎巴嫩在内 什叶派武装的更为血腥 更为残暴的猎杀 另外 中俄朝一集体发射导弹 在金融上则是支撑油价 在以色列空袭伊朗后 国际油价暴跌5% 已经跌破伊朗和俄罗斯财政生死线 也给中国制造业和金融系统 敲响了通缩的警钟 现在伊朗和朝鲜发射导弹 直接打击美军的地区盟友 以色列和日韩 可以直接拉升油价 稳住中俄阵营经济基本盘 也是防止美联储在加息和降息之外 找到击落油价 继续冷冻中俄经济的新武器 金砖支付和金砖国家货币 是中俄阵营近期发起的 第二个大手笔战略反击 10月23日号中俄为首的金砖国家会议 在俄罗斯境内喀山召开 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在内22个国家参加 这是工业革命之后 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 没有西方人参与和主导的 占有巨大经济和人口优势的联合体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 就是寻求建立金砖国家 数字货币支付平台 未来还有可能推出金砖国家货币 先来看一下这个支付平台 它对美国现有的 Swift支付系统是巨大的挑战 Swift支付系统是一个传统的 中心化的美元支付系统 而数字货币最大的优势 就是去中心化 普京明一提出的数字货币支付平台 就是要撕碎美元Swift支付系统 美国之前还拿Swift支付系统 威胁过中国 扬言要将中国提出该系统 现在金砖支付系统 就是中国最好的回击 因为数字货币 采用区块链技术 采用分布式记账 大家都有一个账本 要篡改账本 除非算力能够超过所有国家 这在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算力 且拥有最庞大工业制造业数据的 中国面前 是基本不可能的 也因为采用区块链技术 所以各种货币的交易 都会被公开公正的记录 这就避免了美元 铸币税的盘剥 因为之前石油结算捆绑美元 各国要进口工业 必须品原油 就必须持有美元 久而久之 大家做国际贸易 就必须使用美元结算 现在有了数字货币支付平台 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 海河汇产油国又加入其中 那么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 就可以提供数字货币支付系统 用各自本地结算 这样就不再经过美元 也就避开了美联储加息和降息 导致的美元供应大幅波动 也就断了犹太资本 建美元剥削各国的财路 大家都使用 本币结算的情况下 中国能生产大部分工业产品 俄罗斯 阿联酋和沙特 拥有大量石油 天然气 其他国家拥有大量人口 这样国际贸易中 几乎所有商品 在这个平台中都能买到 一旦某个国家出现赤字支付不足 还可以向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中国 俄罗斯和沙特借贷 或者扩大本币结算规模 拥有盈余的国家 比如中国 就可以直接用对方国家 本币投资对方国家 这种支付模式基础上 建立的合作机制 有利于促进成员国金融稳定 缓解国际收支危机 对沙特等盈余国家来说 直接使用本币 或者人民币投资 中国则更加便利 而且分布是账本 美国也制裁篡改不了 这样就直接排除了美元结算 当美元不再作为交易媒介 其货币政策导致的币值 在拨风和拨股之间 来回摆动切割的金融殖民税 也就没了 同时 这个系统是公平的 大家都用本币结算 这个情况下 大家比的就是 谁的产品更受欢迎 谁的产品更物美价廉 这就是印度反对 该平台的原因所在 因为印度工业竞争力极差 之前从俄罗斯进口便宜原油后 给俄罗斯大量卢比 但因为印度制造不了 俄罗斯急需的工业产品 只有中国可以 所以俄罗斯将原油 直接运往中国出售 原因就在于此 印度是一个非常鸡贼的国家 一旦金砖国家数字平台开了 印度的本币卢比 一定是没人要的垃圾 俄罗斯通过这个平台 直接卖出原油给中国 直接让印度无力可图 印度两头不得好 自然会反对这个平台 个人认为 该平台的建立和运行 应该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中俄可以甩开印度自己干 先把平台架构起来 印度不愿意加入 就让它一边凉快去 在这一点上不必迁就 等到平台城市 加不加入 就又不得印度了 中俄在喀山提出的 数字货币平台 是对美元的颠覆 这也就揭示了 下面两个重要事件的内在原因 第一个就是印度与中国全面缓和 边境紧张 中俄正在借助金砖国家等平台 与美国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喀山会议上 俄罗斯再次强调中俄协作 让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玩平衡的印度如坐针毡 普京说了 跟中国穿一条裤子 印度就只能被迫改善与中国关系 才能拉近与俄关系 并在方便的时候 用对俄关系制衡西方 这是中俄战略协作在改善中印关系上的胜利果实 也是中国实力与日俱增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事件是土耳其境内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10月23日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位于首都安卡拉的一家工厂 遭到恐怖袭击 说明持枪恐怖分子在厂区扫射 并投掷爆炸物 事件已造成三人死亡 五人受伤 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是美以支持的库尔德恐怖分子 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警告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其地理位置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 也是伊朗进入欧洲 俄罗斯 南下印度洋的嫩北走廊的中间国家 土耳其是中俄土一四国联盟的地理中枢 埃尔多安这次参加喀山会议欣喜之情 异于言表 对埃尔多安来说 土耳其经济 投资遭到美国全面制裁 地缘政治上更因为加沙问题 几乎与英美法等北约盟友翻脸 现在金砖国家推出的支付平台 正好拉了经济已经坠入悬崖的埃尔多安一把 与其他国家不同 埃尔多安很早就拿到了中国提供的人民币互换额度 正是靠人民币做结算货币 土耳其才扛住了这些年的经济衰退 否则以土耳其暴跌了十几倍的本币里拉 土耳其经济早就崩溃了 埃尔多安之前已经明确表示 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 现在又迫不及待地想加入金砖国家 已经是上和非正式成员国的土耳其 再往中俄那边迈几步 就要变成北约真正的敌人了 于是恐怖袭击事实出现 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就是美国给埃尔多安的当头一棒 在喀山会议刚开的第一天 就警告埃尔多安与中俄保持距离 否则下次炸的就不是工厂 而是你家 不过话说回来 美国 以色列已经暗杀埃尔多安狠几次了 这种警告可谓是招事用老 收效甚微的意思 在金砖数字平台打击美元支付的同时 金砖国家货币概念也开始浮现 这对美国的打击将更加巨大 与亚园概念不同 普京极力支持的金砖国家货币 现阶段而言 有点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特别提款权 也就是按照金砖国家货币的实力 大家分配金砖国家货币的份额 比如人民币因为工业品刚需 可以占60% 其他国家则可以平分剩下份额 大家有了贸易盈余 就可以自主兑换成SDR中的各种货币 比如沙特想投资俄罗斯就可以兑换卢布 同时贸易盈余国家可以将资金放在金砖国家银行里投资 如果急需投资印度 就可以向金砖银行贷款 到期以后用其他成员国本币 比如人民币偿还 如果其他国家都不愿意捏着鼻子接受卢比 那么印度就只能向中国等成员国申请扩大本币互换规模 这样人民币就能正大光明进入印度央行储备 这将极大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更伟大的作用是金砖国家货币将为人民币提供更广阔的战略纵深 举个例子 1987年美股崩盘 美联储当时就准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取代美元 这等于是用西方经济联合打造的SDR为美国买单 同理 类似于SDR的金砖国家货币 一旦中国和其他国家遭到重大危机 就可以启用它取代本币 这样其他国家货币就与中国实现了生死捆绑 这样不仅能扛过危机 还能与其他国家货币结盟 这是我党群众路线在现代金融战中灵活运用的经典案例 从更远的角度看 金砖国家货币还可以充当中国债务转嫁的工具 2020年3月 美国开始无限QE以后 扩大了与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在内六大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 成功将QE印钱产生的债务置换成他国货币 之后美元走强 韩元欧元走弱 美国仅货币互换就吃了超过10%利润 这还不算其他国家使用美元购买美元资产的收益 这种以货币互换捆绑整个阵营盟友的方法 已经显示了他的威力 现在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都是美国围堵中国最忠实的狗 就是最好的反面证明 同理当中国遭遇危机 我们就可以将危机向金砖国家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转嫁 等我们缓过近来再去救援他们 这样就能实现深度捆绑 命运共同体的运意即在于此 普京说目前30个国家排队加入金砖国家 加入的越多 中国的铁杆盟友越多 之前中国就已经将巴西转化成了铁杆小弟 未来我们将收入更多盟友 中国不是美国 但中国走的联盟道路一定会让美国无路可走 本质而言金砖支付和金砖国家货币 不仅能够削弱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流量 还能直接掐掉美元铸币税 这一招对美国而言相当于黑虎掏心 如果全球贸易都经过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系统 那么美元的流速也会下降 而且去美元中心化 会砸烂美元在技术上的中心 一旦砸烂美元系统 则美军军力 美国舆论霸权 以及对外金钱支撑的全球政治体制 都会因美元短缺缺缺而溃烂 这对犹太金融殖民者将是灭顶之灾 谢谢观看